这是FedType Duo 一台运行了FedOS这个本土化Chrome OS的二合一设备 在大家印象里 Chrome OS是海外入门上网本的常见系统 跟着Chrome和Android的生态发展 有了差不多十年的积淀 在前千年的教育电子化 以及居家办公学习的大潮下 获得了突破式的发展 Google之前也考虑过让Chrome OS 代替Android的平板路线 让Chrome OS运行Android的App 实现二合一形态 结果推出的Pixel Slate严重翻车 到今天Chrome OS的Android子系统 还是Android 9 Android这边的平板生态 也同时进入停滞状态 直到去年Google发布为平板 和折迪屏优化的Android 12L 还有最近发布的Pixel Tablet 说明Google还是准备 用Android的去建立平板生态 不过相对放弃二合一的属性 向Google目前较为热门的 NestHub系列产品靠近 而今天介绍的FedType Duo 在形态上更接近Surface系列产品 甚至键盘盖的颜色 都很像Surface的红色 只不过不是皮革 这家背板设计可以说 和前两天的新iPad撞了下车 我个人觉得这个设计 不如Surface直接坐在机身里来的方便 整体的质感 在入门价位的设备中 很难找到对手 当然和高端的Surface 或者iPad Pro比 小问题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机身本身的厚度 就到了8.5毫米 比飞全贴的iPad 都要厚1.3毫米 加上键盘盖和支架盖 都要超过很多轻薄本的厚度了 重量控制也只能说一般 本体不含支架到了一斤半 加上支架就是一公斤 加上键盘就是1.3千克 基本就是13寸轻薄本的重量了 作为参考的话 iPad Pro 11寸6毫米厚不到 12.9寸700克不到 Surface Pro 9系列内置支架900克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款产品 在便携性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不过放在入门产品里不是大问题 Feedtap本身提供了一个指纹识别电源键 解锁最后方便了不少 系统方面为Chromio OS定制的FeedOS 同时支持本土化的云账号或者Google生态的账号 如果你已经熟悉Google那套生态的话 基本上算是开箱即用 系统的核心就是围绕浏览器的一系列应用 当然如今也有了安卓子系统和Linx桌面子系统的加持 能兼顾更多的场景和需求 比如常见的安卓上的各种APP LXC里面是一个Debian发行版 带了能融入Chrome OS的微烂的转发 所以能启动很多Linx桌面软件 比如程序员用的VSCode 免费的办公软件Library Office 开源修图软件G2MP 这些软件都有效补充了Chrome OS的生态 当然要让Linx桌面好用 就少不掉各种折腾了 屏幕方面为一块2K16比10 500尼特P3色域的IPS全贴合屏 500尼特亮度加上不错的抗反射处理 在强光环境下仍然能保持较好的内容可读性 整体观感甚至比iPad mini的最高亮度还要好一些 只可惜没有自动亮度调节 日常使用会常用到键盘上的亮度控制按钮 Chrome目前对细纹的渲染处理应该说无可挑剔 加上这块屏幕不错的色域和色准 上网阅读基本是旗舰级的体验 因为系统默认采用微烂的桌面混合器 可以按10%为布径调节DPI缩放 能较好兼顾文字清晰度和内容密度 Chrome OS的部分都支持原生非整数DPI调节 但是中文字形比较一般 不是非常美观 安卓紫系统自行为四元黑体 看上去感觉还可以 但是不支持非准数被DPI渲染 缩放开启时会有稍微模糊的情况 比较麻烦的问题是 Telegram安卓版仅限全屏显示消息栏 而且这个问题很多年下来他们都无休 桌面QT版显示边栏逻辑就要正常很多 不过QT的渲染就更糟糕了 自行难看的同时还有反减回退错误 开启非整数被之后也会变糊 你可以在系统层面使用整数被渲染 让TG开非整数被 不过150%就显得小了 当然QT应用的CGK字形和回退 有一些通用的解决方案 只不过有门槛 而且比较费时间 好在VS Code的表现也很不错 能非整数被渲染 中文字形也能接受 键盘盖的手感算得上中等偏上的水平 但是Chrome OS的中文输入法的体验 就明显比Windows和Mac大垮 而且在安卓系统下的物理键盘输入 也用的是这个输入法 我认为这是目前类Chrome OS生态 比较拖后腿的地方 特别是逗号句号被设置成了候选词换页 导致输入网址必须切英文输入法 Linx一下还得自己安装输入法 而且要处理部分应用输入法框架的bug 比如Telegram必须手动喂给它环境变量 输入版的体验我只能说基本能用 主要是面积稍小 外加按压手感和轻输锁定做的一般 滚动细腻度和灌量与高端平台也有明显差距 当然你也可以用触摸屏滚页 感觉还可以 这也算是平板形态的一个优势了 不过Linx App有些就没做触摸支持 Android App就是Android的感觉 QT在这方面就是凑合能用 展开模式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阻尼不太够 按住触控板拖动的时候 整个设备无法停入 这个任务就得交给方华店了 性能方面的话 2K3 588算是国产芯片中的歌王了 本来预计20年就能出货 结果一直拖到去年发布 今年才走量 感觉Android紫系统还是有些性能损失 特别是多核利用这块 正常来说多核应该能上2300分 855的N7P工艺 搭配Prime 2.84G设计的大核 比三星8nm的A76 2.3G表现要强不少 虽然峰值性能打不过855 但是毕竟厚度和面积摆在那 利用更高的性能释放 去玩原神问题还是不大的 毕竟渲染分辨率不是太高 凑近的看就觉得比PC版糊太多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Android不支持手柄 考虑到重量的问题 我建议还是放在桌上玩 因为CPU基本不会降频 所以战斗场景下掉震不明显 屏幕亮度也比较稳定 总体来说还是有可玩性的 碰到非常重度GSF的时候 整体的渲染还是非常流畅 我认为这个性能基本能满足 围绕办公和代码编辑的相关任务 拿了类似产品对比的话 Surface Go默认也就是 没锐屏的双核奔腾 跑WSA的Android 还有一层二进制的模拟损失 G1-ES的图形也要走转移 这本的N5100本身架构就非主流 再加上散热烂 内存控制极差 实际使用很容易撞温度墙 然后蓝腰式降频体验不太行 Firetype在重度使用下 背部发热非常均匀 证明SoC附近会热一些 但温度也就41度 不过EMMC的存储就比较拖后退 原生启动和读图比较慢 Linux容器能启动也要转上一会圈圈 RG内存多开表现感觉有些超出预期 应对办公和远程VSCode的开发是基本够用的 不过看了一下套户里面吃了不少Swap 重度使用还是建议等更高配置的版本 机身有一个扩展卡槽 可以插IC卡 也为蜂窝数据版本做了SIM卡预留 64级版本我用下来 安装Linux紫系统 原神VSCode Arduino还是有应剩余 很多App可以直接被网页替代 此外Firetype提供了一个全功能的C口 最大输入功率能接近50W 对于内置4C1瓦时电池来说 充电速度还是不错的 续航方面 大概能坚持5小时的高亮度日常使用 如果相低亮度 在相对中等强度的使用条件下 大概能到7-8个小时的续航 通过Type-C接口也能输出到电视或者显示器 实测能支持到4K 带USB-C的显示器也能支持 不过有些bug导致只能握手1080P 官方承诺后续会修复这个问题 这块功能可以说提升了Firetype的上限 能接触大屏干更重的活 USB接串口能被系统识别 会提示接入Linx容器 实测能被Arduino RDE利用 也就是说能拿来做一些嵌入式开发 网络方面支持WiFi6 不过网纳2这台在信号中等偏弱的情况下 速度表现不太理想 视频跳转会比较慢 不过到了信号好的地方就能做到几点击跳转 分辨率也能稳定到4K 后续蜂窝数据方面应该也能摆脱对公共热点的依赖 自带了两个扬声器 日常听个响问题不大 音质上不要有额外期待 前置摄像头表现还算可以 能满足视频会议的需求 不过后置摄像头就欠分了 所以拍个文档可能要用到无线传功能 比如他们自研的Findrop FindOS也支持Google的Nearby Share 不过发现效率和速度还是明显不如AirDrop 这也得到后面去慢慢改善了 另外我拿到的是目前的工程机 除了一些bug之外 还存在稳定性问题 也希望在上市前进入一个比较可靠的状态 目前海外8加128G版本 附带键盘触控笔的套装售价599美金 FireType Duo算是这个价位下 采摆了一个形态和生态的交叉点 相比同价位的笔记本 在外形续航上有着独特的优势 相比主流平板 又有着接近桌面的软件生态和键盘外设 对于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学生算是拿来上课的不错选择 所以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款设备 欢迎评论区留言 也希望能关注点赞支持一发 我们下期再见